南宋官窑有一个和龙泉窑 在这个龙泉窑鼎盛时期 它同时烧烧 并且在南宋人的文献当中 你像云露曼超就评价南宋官窑 超过当时的月窑和龙泉窑 那么这种特点 在也是南宋人的白宝总真集当中 也反映出来了 就是说像赵元卫 就说南宋官窑 他超过了月窑 和龙泉窑的当时建厂家给他的评价 白宝总真图 他当时就说像这种作品 就是在南宋时期 已经出现龙泉窑对南宋官窑的仿品了 那么这种特征就带来一个问题 由于龙泉窑和南宋官窑 它稍造于同时 而且龙泉窑是有意的 对南宋官窑的一些气形和他作品进行模仿 就致使南宋的龙泉窑作品 在后世的藏家的建厂当中 很多藏家都把这个龙泉窑和南宋官窑混淆在一起 这种影响流传至今 依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把这些龙泉窑作品和南宋官窑作品区分开 无论是在拍卖上 还是在博物馆的馆藏当中 那么根据现在的研究 龙泉窑的改进 应该讲可能是从宋史南迁之后 把北方窑口的一些配发 就是对磁胎和磁幼的配发工艺 带到南方以后 对它进行改进 形成后来的那个胞胎龙泉窑的作品 这个龙泉窑早期它那个作品 太厚了 根据现在的研究 就是它那个胎当中 缺少氧化铝的成分 缺少氧化铝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那胎比较软 烧完以后一变形 那么在宋史南迁以后 尤其是那些那个黑胎的 那个胞胎龙泉作品 经过现在的科学检测 就是它的那个胎质当中 参入了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所谓的紫金土 那个紫金土掺到了那胎里以后 对它那个氧化铝 还有氧化铁的含量 都明显的提升 提升以后 才致使这个龙泉窑 可以造出那种胞胎的 这种那个龙泉窑的那个作品 而胞胎龙泉窑作品 基本都是黑胎作品 也就是说 它那个黑胎龙泉作品 都是那种胞胎后幼的作品 因为它那个胎骨不硬 你再给它多次施幼的话 很容易造成它那个废品和变形 因此它这种特征 就是真正的 能够和南宋关幼混淆的 就是那个黑胎的那种胞胎的龙泉窑作品 像传统的那种龙泉窑 你比方说像那白胎后胎的那个作品 那个跟那个南宋关幼不好混淆 因为你一看那胎就能分出来 而那种 也就是胞胎的那种龙泉窑作品 它其中有很多的那气形 它那个做工包括那个造型 丝毫不逊色于这个南宋关幼 你像那个台北故宫收藏的那个龙泉窑作品 包括咱们北京故宫收藏的龙泉窑作品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后胎的 就是这个白胎的那种龙泉窑作品 它那个气形的造型不亚于这个南宋关幼 因此它那种制作上的这种工艺和技巧 一旦转移到这个黑胎的龙泉窑作品上 那就很能迷惑这个藏家了 因为它同时代 工艺特征也非常相近 做台的气形也比较相近 因此区分这两个品种 也就是说那种黑胎薄胎的龙泉窑作品 和南宋关幼作品 是我们收藏过程当中真正面临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在这个传统的这个建厂的这个领域 其实在这个早期 就是很多的藏家都是把这个黑胎龙泉 和这个南宋关幼是混在一起收藏的 也就是说收藏这个作品的特征 很类似于后来的那个歌幼 只要是歌幼的那种器物 就把它理解成是歌幼 而这种这个南宋关幼作品 往往和它混同最多的 就是这个龙泉黑胎胞胎的那种作品 那么我所说的通过四个方面 也就是说从它那个气形 开片 包括它那胎骨 还有右色 这四个方面区分这两个品种 你不能单纯的从某一个方面断定 那肯定分不行 因为你像那个黑胎龙泉作品 它那个胎骨 你比如说就举一个例子 你像它那胎骨 它有的那个色料也挺深的 挺深的呢 它往往你比如说它从那个胎骨那一个特征上 它特别接近南宋关幼 但是你要是依据那一个特征 对它进行判断 那很可能就把这两个这个作品啊 把它弄混 而你要是从四个方面 对它进行分别的进行这个判断的话 那就很容易形成一个这类气骨的这个全貌 那我呀今天呢给朋友们就举几个 在拍卖上已经上拍的啊 就是标定为是南宋关幼作品的那个例子 和我所说的这种真正的南宋关幼啊 它怎么区分啊 那我们举这例子就举这个就是在那个龙泉窑当中啊 出现的比较多的那个直径屏的那个例子啊 这种这个古腹的直径屏啊 应该讲这种气型非常经典 在龙泉窑作品当中大量出现啊 并且这种气型被保留到了这个明清时期啊 明清时期对这种气型也多有制作 只不过就是它的气型啊有一些变化 应该讲这种古腹的直径屏 这种扁度的啊 这种直径屏是很经典的一个气型 那你比如说呀 在2015年啊 就是苏富比上拍的一件 就是日本藏家的一件旧藏 就是它是一件这个黄柚的这种直径屏啊 你像这件直径屏啊 它当时就是标定就是南宋关幼啊 这个在以前的藏家当中很常见啊 那么这种作品为什么 我现在就是说把这类作品 我就是判定它就是龙泉窑 不是真正的南宋关幼啊 咱们你看就是按我说的这四个方面的 咱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对它进行对比 你像苏富比这件作品呢 从它那个官网公布的图片就是一张 就是正面的一张图片啊 它那个气底啊 就是我翻遍了所有的这个 在网上找啊 包括各种的资料啊 就没见到这件作品的那个底足 就是它那气底啊 没见到 它就是这么一个正面图片 但是你通过它这个正面的图片 你也能看出来 你比如说它这个气足啊 这显然是一种执足的做法啊 执足啊 就是说在这个南宋关幼的作品当中 我前面在分析它这个特征的时候 给朋友们说过 你像咱们现在北京故宫 台北故宫 典藏的那种南宋关幼的这种 仿清通气的这种瓶类的作品啊 它那个气足都是采用那种向外 撇足的那种方式 而这件作品啊 它那个气足明显它是采用直足 如果我要是判断不错的话 它这件作品的那个胎啊 那个底啊 应该也是后胎 因为这件作品呢 你看它这个气形啊 做得非常规整 应该讲啊 在这个造型和气形的这个把握上 基本上和南宋关幼 你区分不出 有多大的差别 甚至说可以说 在这个制作的技巧上 完全可以画等高 但是它这气形 就是它这气底啊 这种直足 这是典型的龙泉幼 制作这类作品的特点 你比方说 它和那个瓷熙出土的内建 就是这个黑胎的啊 就是也是这种这个贬度 古复直径的这种直径屏相比啊 那明显它是用一种这个制作的方法做出来的 你像瓷熙出土的那件作品也是典型的直足啊 气足呢 是这种直销的方式做出来的 而那种啊 像外撇的那种方式的气足啊 那都是南宋关幼当中啊 采用那种接足的方式做的啊 而龙泉幼当中啊 它也有那种啊 采用那种就是接足的方式做 但是在这件气图上 它显示的这是典型的那种龙泉幼的那个直足的做法 啊 就是说它第一个 就是它的气形啊 啊 和现在典藏的南宋关幼的那些作品 不同啊 第二个 就是说开片 啊 就是它的片文 像这件作品 它就是典型的 气身呢 开那种密集的那个文片 就是像我们前妻所说的啊 在那个龙泉幼的气股当中啊 出土的那个作品呢 从那个标本上看呢 龙泉幼啊 那些这个白胎的 那些龙泉幼作品 有的不开片 啊 就是气身没有文片 有的开片 开那种细碎的文片 而那个黑胎龙泉幼啊 特别容易开那种 就是非常像蜘蛛网式的那种细碎的那种文片 啊 而这件作品 你看它显然 它的那个开片 那个文片开得非常密 啊 就和我们现在两岸故宫典藏的 那些这个南宋关药作品的开片 明显不同 啊 这是第二个开片 啊 第三个就是胎骨 胎骨啊 我前面跟朋友们说过了 南宋关药的胎骨一定是黑胎 啊 也就是说一种黑胎 一种近似于黑胎那种香灰胎 而它这种黑胎呀 啊 就体现出的那种紫口啊 一定是那种深颜色的 就是说近似于像那种黑色的那种口啊 那种特征啊 而它那件作品呢 你比方说像那个苏比拍卖那件作品 你看它的气口显然呢 没有露出一点那种啊 就是近似于黑的那个胎体的那种特点的那种 黑口啊 你再结合它那件底足啊 就是稍微有一点露胎那个位置看 因为咱没看它的底咱不知道它那件作品呢 到底是那种白胎的龙泉窑作品 还是那黑胎的龙泉窑作品 啊 但是呢 你看它那个气底啊 露出来那个胎图那部分有点泛红 这种泛红的特征啊 不管是白胎龙泉还是黑胎龙泉 都爱出这种特点 而它那气口啊 就没有一点啊 那种深色的那种紫口啊 近似于发黑的那种特点 那我说的这个特征啊 你比方说 在咱们北京故宫 台北故宫 包括拍卖的公开作品当中 它没有那种争议的作品 都有这特点啊 你比方说公开拍卖的 你像苏富比拍卖的那件 八方悬纹盘口屏 它那件作品的气底啊 那是典型的黑胎 而且它那个整个的气身呢 你看它那个就是 气身上稍微那个幼薄一点的 露出那个胎骨的那个位置 都是泛黑啊 而且呢颜色非常浓重 那你像台北故宫啊 收藏的一件 那个南宋官瑶的一件 那个它那件是碗呢 还是什么气形啊 你看它那件作品也是 那种灰青柚啊 就是在那个 这个紫口啊 就是露胎的那位置 那颜色非常深 那是南宋官瑶作品 包括那个台北故宫 收藏的月白柚作品也是 你像那件鼻舔 那口基本都是那黑口 而苏古比 拍卖的这件日本旧藏 像这些特点都没有 也就是说 你像它那种特征啊 文片 开篇不是典型的 南宋官瑶文片 台古不对 对吧 再说那右色 你看它这个作品 本身啊 我那天给朋友们说了 南宋官瑶啊 它这种 右面的玉质感呢 是说那个右面像玉 真就模仿那个玉 它不是说 单纯看右光 因为我们后世藏家呀 对这个瓷器的鉴赏啊 都非常重视它那右 右必须迎润 通透 明亮 这是我们一般 对右的这种 判断的这个 通俗的理解 而南宋官瑶啊 它这个右啊 它本身就是模仿 那个玉的那种表面 它就没有这么大的光亮 那你像它这件作品呢 因为这个龙泉瑶的作品 本身呢 它流传到现在啊 它那个右面 保存的那个状态不一样 有的从那个土里 挖出来的那个右面 本身它也没光泽了 它就是拿那个土浸的 有的那个船市的龙泉瑶啊 它那个右面的右色 特别亮 你像咱们北京故宫 收藏的那件那个凤儿 龙泉瑶那凤儿 平常你看那个右色 就是特别明亮 给人的感觉 那亮度远远超过 那个南宋的官瑶作品 而它那件作品呢 就是苏比拍卖那件作品呢 它那个右 它还是比那个南宋官瑶的作品 还是稍微亮一些 不管它是从那个历史上 形成的吧 还是说它怎么样吧 因此你像这四个特征啊 你比方说气形 它这直足 气足不外偏 另外就是它那个开片 再加上它的胎骨 最后这个右 结合在一起 四个方面 三个方面 起码不吻合 也就是它最后那右色和右光 可能稍微接近一点南宋官瑶 但是前三个这个特点不吻合 那这件作品 应该就从南宋官瑶当中拍出 这是第一个例子 就是日本的这个厂家提供的 苏比2015年拍卖的这件作品 应该就是一件龙泉药的作品